以下實驗,我們會利用超聲波作為載波傳送收音機的訊號 桌上已放好所需用的儀器 後排由左至右,分別有 一台收音機,一個訊號發聲器,一個喇叭,一個視波器 最後還有前面的超聲波發射器和接收器 我們首先會利用視波器找出接收器接收超聲波訊號的最佳頻率 我們調教訊號發聲器輸出的頻率 當視波器顯示出最大的訊號時 就表示這個頻率就是接收器能夠接收得最好的頻率 實驗中我們找到的最佳頻率大約是4萬下 接著我們將聲音機的耳筒輸出 連接訊號發聲器的AM輸入 再開著左上角Modulation下的AM按鈕 這次接收器是接到喇叭上 當超聲波發射器對著接收器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到電台的廣播 我們可以用手擋著超聲波 超聲波發射器和接收器 距離稍遠就聽不到廣播 原因之一是我們用的發射器動力很低 大約只有10多毫瓦 又由於波源幾乎是一個點波源 超聲波會向周圍散開迅速減弱 但這個情形可以用一條膠管改善 在同一距離 若果不用膠管 我們不能聽得到廣播 而用了之後就可以了 不記保型電腦 記得留意當地的電壓和電源插頭 如果該區是用110毫瓦電壓 利用一條彎曲的膠管 我們還可以零訊號轉彎 發射器和接收器隔這麼遠都沒問題 拜拜